量缩跌65点,真名中看台股稳健乐观 台股周一持续量缩,尤其生计太阳人股找盘全面重挫 数十档跌停更冲击买气 开盘后指数就在盘下游走 中场下跌65点收9141点 成交量萎缩至714亿,再度跌破5日10日线 经管会主委真名中也发表对台股最新看法 简单讲我对股市的看法是稳健乐观 原因是因为第二季上市上位公司的获利 高达4476亿 跟去年同期间比较成长了21.6% 所以稳健乐观是比省盛乐观还要乐观是吗 是,没有错 稳健乐观的意思 稳健乐观当然比省盛乐观相对乐观 由于iPhone6下月即将亮相 苹果供应链成为盘中焦点 今天包括像是鸿海以及合作这两大代工厂 股价表现强势 似乎也反映出来市场对于Apple的一个相关的族群 看好的一个程度 专家建议逢低布局第三季营收看窍的产业 面板的一个报价也在第三季是呈现持稳 甚至有机会小幅上扬的一个状况 NB的族群则是受惠到这个返校潮的一个商机 以及11厂价的一个商机 东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